贵在认真 封江官吏出任常无的地方官 不日,他碰到孔子的学生子劳 三句话不离本行 他与子劳探讨治理地方管理常无的方法 古时封建官吏被百姓尊称为封人 封人和子劳谈得很投机 他讲到自己的治理经验 认为处理政务绝不能鲁莽从事 管理百姓更不可简单粗暴 从治理之道又谈到种田之道 封人说自己曾种过庄稼 那时耕地马马乎乎无所用心 果实接出来稀稀拉拉 除草粗心大意 除断了苗根和枝叶 一年干下来到了收获季节 收成无几 听了封人的讲述后 子劳很关心地打听他以后的状况 封人吃一欠长一智 总结自己种田的教训 第二年便改变了粗枝大叶的态度 他告诉子劳 从此开始深耕细作 认真除草 细心护理庄稼 想不到当年获得好收成 一年下来封一足食 有了种田的失败和成功 封人悟出一条道理 做任何事都贵在认真 现在他出任地方官 便守住这条做人的准则 子劳常常拿封人的事教育他人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种庄稼是这样 干其他任何事 都是这样 只有认真负责 通过艰苦细致的劳动 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认真是做好任何事情的保证和前提